i got my head out this sunroof i'm lacing our favorite toes i only got one thing on my mind 這個款式其實是經過三番兩次的修改跟調整 欸哈囉 嗨 嗨 嗨 是啊 今天很冷欸 你有沒有多長一點 有啊 今天剛好最冷的一天 對 整個冬天裡面就最冷就這天 然後我們拍攝就是這天 我們加油 我們可以 可以完成這個任務的 好 等著要梳妝的美 黑眼圈好重 最近沒睡好 但是膚礦就算維持得很好 很緊張 彩妝師說要給我戴放大片的陰性眼鏡 因為我眼睛太無私了 剛剛彩妝師說我眼睛很開 眼白又很多 所以要加強這一碗 我覺得她的講話非常的誠懇 她嚇過 她嚇過 這樣緊張嗎 不會欸 我也是歷經了大風大浪 然後再加上 我覺得這次拍攝前我也做足了一些準備 因為從過年後 就也算是預期知道說大概這個時候會有蠻大的拍攝 所以就在一路剪止 她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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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真的是個搖崖崖 她嚇死了 出手 就很開心 可以這樣看著 然後去看著 她嚇死了 是誰 我都認不出來了 就是後面是S 然後 講這叫E 妹你在幹嘛 我在想 等一下訪台要講錯 沒有啦我在點餐 給大家看你的手機 給大家看你的手機 很認真在點餐 還沒開拍就在想要值得 好 稍微介紹一下這個Venufit 支袋款的厲害之處 因為你們都知道我個人是 非常支袋控的 一個人 所以這次跟BCE他們聯名的這個款式 那我強調呢就是想要用 有帶有我的標語的 May you fit 的支袋款 而且這個支袋它一定要是 稍微寬一些 因為寬一些也代表你的支撐度是非常好 所以它可以 suitable for 各種中高強度的運動 然後因為我自己穿運動內我不喜歡強調乳溝 所以我這邊是走一個比較平口 就是不會很強調胸部 然後也可以減少晃動 還有就是在胸肌這一側 因為我算是胸肌練的蠻發達的女生 所以我常常穿運動化的時候 都會感覺到我胸肌這一塊 它沒有包覆的很好 所以這次在設計這款聯名的時候 有特別去加強 尤其是連接到Fu這塊 有特別的提升這個包覆感 後面其實就是做一個簡單的交叉設計 因為本身標語的部分就已經還蠻華麗的 那褲子的部分我是挑選 就是他們VC style比較偏滑感的 不是綿感比較多的 所以摸起來是滑滑 然後它運動起來也不會過於的悶熱 那側邊的話 它是小口袋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健身的時候 就是一定會攜帶手機 然後甚至有時候也有一些重要的鑰匙 然後或者是小鈴錢等等的 所以像黑色的瑜伽褲我覺得就是超級百大款 今天不論你去健身房 或者是你只是出去跟朋友吃飯 你就搭一件黑色Leggings 然後又有附這個小口袋 讚 我吃燕麥脆片還有腰果 好吃 對我想像的形象好像一樣嗎 那這一套一樣是跟剛剛的設計一樣 是交叉的脂帶款的brab 那我覺得這一套它比較特別的是它的顏色 因為當然剛剛的黑色是基本款嘛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黑色是比較保守比較白搭 但是呢這個顏色真的是我在VC他們的瑜伽褲的顏色裡面非常非常喜歡的 就是之前有跟他們合作過一個春節有氧的影片 那時候我也是穿著他們灰綠色的套裝 那這個顏色呢就是我覺得真的很特別 因為我在其他品牌沒有看過這個顏色 但是我自己常常在挑選衣服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喜歡淺色的就是白色路線的衣服 但是又不是那麼過於的死白 它帶有一些灰感跟帶有一些淡淡的綠色 所以其實如果是遠看的話 你會感覺真的說不出來是什麼樣的顏色 但是我覺得它給人一種稍微冷酷 然後又有一點亮眼的感覺 好看的顏色搭配好看的設計 讚 暗淡的綠色 對 因為如果有來追蹤我運動的粉絲 都會發現我私底下很喜歡穿這種 比較歐美感的那種磚紅色系 那我覺得它的顏色呢 它有一點 它絕對不是紅 不是那種很亮眼的紅 然後是帶有一點點像磚色 但是又帶有一點橘紅色 比較低彩度的橘紅色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這套穿在健身房 也是超級焦點 就是不是那種很刻意要搶矚目的那個紅 而是默默綻放的那個磚紅色 好啦 過關 耶 過關囉 我本來有預期是吃我自己帶的健康鹼食餐 但是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做這個便當 嗨 大家好 我是妹 我其實不知道怎麼稱呼我自己 但是外界看我可能會覺得 我是相當厲害的食譜書作者 那同時我也有不一樣的身份 像是 Instagram 部落客 然後我也有自己的 YouTube 頻道 是一個訂閱有四十幾萬的 YouTuber 一開始的契機其實是相當的單純 就是我個人是一個 非常喜歡織帶款的運動服飾 但是在台灣我好像找不太到 真的讓我很心動 然後滿足我的各種喜好的 織帶款的 Bra Leggings 我希望可以打造屬於我 跟適合一般的女性 穿上去會讓她們有一種很強壯 很有自信的運動服飾 那這個聯名的計畫呢 真的不是這幾個月才發生的事情 大概一年前 就是疫情都還沒有正式爆發前 然後我就有跟她談到這個契機 那時候她也很阿薩利的說 好啊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這次聯名 因為VC Style他們從來也沒有跟網紅聯名 我對VC Style的印象就是 他們很注重打造符合亞洲女性身型的 質感的運動服飾 因為我相信我們亞洲人適合的運動服飾 跟我們追求的Style跟歐美 還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這次跟VC Style合作很大的一部分考量 就是我穿過他們的運動服飾呢 我覺得他們的價格雖然是親民 但是以布料而言喔 真的質感很高 親膚性啊 或者是各種延展性跟真的運動穿起來的感覺 是挺好的 可能完全不輸國外那種很昂貴的品牌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這次主動想要找VC Style 我也希望就是我的理念 還有我的不一樣的設計的概念 可以為VC Style有注入一點不一樣的火花 遇到的最大的困難 我會說在一開始溝通上面吧 因為其實Mate本身我也不是設計出身 要怎麼樣把自己想像的那個vibe給實踐出來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光是一開始在織袋的選擇 就是這個款式 其實是經過三番兩次的修改跟調整 然後還有包含其實這三個顏色 也是我親自從VC Style熱門的十個顏色中 去精心挑選出來的三個顏色 對然後還有第二個 在開始打樣之後遇到很大的問題點 就是因為VC Style他們配合的工廠 你要生產織袋的起定量非常非常的高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蠻不小的壓力 然後再來第三點就是因為疫情關係 然後還有VC Style他們本身就有很多其他產品的規劃吧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很忙 所以那個聯名計畫真的是像是在服務宝宝一樣 就是推動的非常非常的慢 然後直到這幾個月我拿到樣品 哇我真的是超級超級感動 因為中間在打樣過程中 我就覺得天啊這完全不是我要的感覺 但是到最後這一版的時候 我就覺得真的很感動 對我來說就是我想要激勵大家的不是只是體態 而是一個初衷一個信仰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就是因為這個初衷 才讓我一直有動力可以堅持跟努力到現在 我希望大家可以跟著我一起變好的心情 用商品或者是用品牌的方式給傳遞出去 所以我希望我所規劃的東西不是只是隨便規劃 而是它會具有它本身的意義 跟我希望大家在使用或者是在穿上這些服飾也好 或者是未來有更多產品也好 都會感覺到可以在鼓勵他們 或者是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然後我希望這個vibe它不是很不淺的 而是我覺得它會時時刻刻的提醒你 你很強壯 你很勇敢 你可以做到你心中所想的事情 這包含著女性自主以及女性力量的展現 嗨大家好我是洪婷 我是VC Style的創辦人 然後主要是負責在商品的開發 然後還有公司的營運面這樣子 所有的小細節我都有參與其中 另外也是三個小孩子的媽媽 這是我主要的身份 洪婷我們算是有合作過幾次的經驗嗎 那這一開始我們是怎麼樣認識的呢 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然後我們第一次合作應該是大概有四五年前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看到妹的整個IG的形象 風格很喜歡 然後再加上妹的風格 其實我認為很符合東方女生的一個樣式 因為普通歐美的話 她的身形其實跟東方的女生還是有一點差距 對所以中間我們合作過兩三次 然後我也對洪婷的印象非常好 對其中有一次我也參加過你們蠻大型的拍攝 然後那個時候洪婷就幫我安排到非常漂亮的攝影棚 還有很完整的攝影團隊 有一次的新品我記得 就是有幾支新品的主軸 就請了妹來當我們的形象拍攝的風格 應該也賣得不錯吧 賣得超好的啊 她做妹的服 就是她只要照片一發布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哇那是妹這樣子 老實說回去猶豫不決了好幾天 然後一直想說 喔這個因為做自己的比較容易啊 我有想法可以直接去執行 可是我要做妹的時候其實 我要完全去融合妹的一些概念 因為她有她想要的很多細節的部分 包括衣服的包覆度 褲子啊版型等等這類的 那實現自己的比較容易 要完全實現到妹有的 其實是有一點難度的 簡單來說的話像是織帶啊 織帶其實我們自己的品牌過往沒有做過 那妹想要把這個織帶展現出來光是 我記得織帶我們就過了好幾次 對我們就過了很多次 要把想的落實到變成有 這一節其實是難度比較高的 所以看四層簡單的設計其實 背後都是要做足的功夫 而且很多的決策面 我相信妹應該也決策過好幾次 這個板子我們打了好幾次啊 因為我覺得決策面有時候 你也不能太過理想 我也要顧及到說一般的台灣女性 他們能不能接受跟喜歡這樣的設計 因為有時候喜歡是一回事 你會不會真的想要在健身房穿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大眾跟 不特性中取得一個平衡 那我覺得這次的聯名產品 感覺就有達到這樣子的特性 真的 所以我覺得我看到成品也是超開心的 如果講布料的話 因為妹的主要從事運動 還是以健身為主軸 那健身的話要著重於快乾 所以布料還是選用快乾 那妹的這個褲子 有包含了它的一些想法 所以側面有做了口袋 所以方便你在運動的過程 擺放一些小東西 然後不至於覺得好像沒有地方可以塞它 在線條的部分 其實有稍微對於那個位置做了一下 移動應該是這麼說 有一點小小的細節在裡面 那運動內衣的部分的話 妹在側邊的高度 她也有一些想法 所以在側邊的高度的部分 也是有幫她做了一些調整 找一個比較完美的位置 還有背部 背部的交叉 就是讓你在運動的過程 比較不會有 看起來更有power 也不會覺得卡卡的 對 集成感也是很好 我個人當然很滿意啊 真的嗎 因為從頭到尾就是我參與拍攝 然後我聽妹的形象就是有設計 跟我過往拍攝的風格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非常期待看到那個照片的成果 因為我剛剛也有偷瞄了一下那個照片 就是這一次不論是攝影棚啊 然後整個光線 我也是還滿滿意的 真的 然後我們雙方都非常期待 這次聯名新品的推出 那今天的訪談就到這邊啦 謝謝洪婷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妹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3月7號 獨家聯名 正式看愛 謝謝 謝謝 謝謝